台獨分子被列入清單 作賊心虛 為了賺膽竟然自比佩洛西 台獨分子奇發行為有多拉筋 一分鐘帶你看清這些壞東西 一分鐘看台 看台一分鐘 大家好 我是用一分鐘 和你分享台灣大老式的海蝦拉包記者中醫 今天的節目可能會長一點點 那話不多說 我們一分鐘假裝倒計時馬上開始 近日中台辦宣布新一批台獨顽固分子清單 被制裁的記憶人 內心懷恐不安 表面卻還假裝囂張 生動詮釋了什麼叫做外牆中肝 制裁是光榮 是一個我的驕傲 得到肯定 有把它當作一個光榮的勳章 一死為榮 這些人他們在對外的時候 他一定會表現出 他很驕傲 他很光榮 但是他內底下他自己知道 他有多少損失 他很清楚 所以您可以看他一定是兩面來表現 那這個很自然 我們也可以想理所當然 他們一定是 我被制裁 所以我很驕傲 很驕傲 但是心裡面應該是覺得 他會打刻 他們會說是這個勳章啦 光榮啦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吹哨子壯膽 這些人不愧是吹牛界的老司機 正我吹噓天下定義 不過最搞笑的還是王定宇 他竟然想做藍版佩洛西 差點把我笑出八塊腹肌 間接的幫我們升等到了佩洛西等級 這個人真的是吸安也吹坡 什麼都敢吹 雖然佩洛西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不過你算個什麼東西 欸不對 他不是個東西 所以他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今天我們來分析分析 暗情打手王定宇 民進黨內 第一地皮 愛好打架 滿不講你 最喜歡和年輕女性合租在一起 哦~~~ 早年他經常靠暴力搏出位 不僅多次踢中打架獲罪 還曾經推倒拖行 海協會副會長張明清 看筆黑社會 還狂言這次開台獨定義槍 我屁 我給我開的一槍 嘖 當上民意代表後 他又把暴力帶到議會 打架鎖猴簡直無所忌諱 這是王定宇祭出鎖猴公 跟陳一鳴扭打 陳一鳴氣不過 告王定宇殺很未遂 一年多來不願和解 王定宇殺紅了眼 這個只是為了要排除嗎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用勒脖子 然後想把他推下主席台 我今年已經60歲了 我看起來是年輕 但是你今天王定宇44歲 你是來打一個老人家 抓住彼此的手 摟住彼此的身體 是在那邊拉扯 並沒有毆打的動作 蛤 就有一句話 噁心 不過這個王定宇 雖然打架很會 但是業務人力卻毫無智慧 負責監督台灣防務的他 卻是個軍忙臥廢 各種奇葩言論 讓人笑出眼淚 一個阿兵哥 背著這一台 背著紅嘴 一個人就可以摧毀一輛坦克 而他不是他想要在台灣的天空 要演習就演習 我們的軍人的素質 比卡赫 有史以來 戰力最強的手 俄羅斯 把核武拿掉 他的軍力 不會比台灣強 定語 現在大家覺得說 他根本就是個軍忙 軍吃 軍呆啊 對軍事方面 到底這個最難讓大家搖頭 一個字 絕 而在做人方面 他更是狼心狗肺 出軌同居 還拿老婆胆事 不覺有愧 是個人看到這種人家 都要大喊 歹 歹 歹 立委王定宇捲入桃色風暴 飛聞女主要 還是黨內發言人 閻若芳 兩人關係肥浅 被媒體拍到同住屋簷下 將從黨內同事昇華 成正邊人了嗎 畢竟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就是他來請進來 平面媒體捕捉到 王定宇頻繁出入女方相規 近期3月1號至3月3號間 天天同進同出 還上演溫馨接送的甜蜜戲碼 我們的租屋 分租的一個狀況 那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的太太還有家人都很清楚 沒有擔當 沒有責任 然後只會牽托 只會切割 只會卸責 一開始推給太太叔說 太太都知情 一個愧對太太 糟蹋嚴若芳的人 現在還有臉來上各大政論節目來 誇誇其談 然後大言不慘 這個人格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從政以來 王定宇幾乎逢中必訪 特別仇視大陸 而他自己卻是外省人 他的父親 其實是海南人 不過海南的朋友 先不要著急上火 這位王定宇宣稱 不僅不承認自己是中華兒女 還認為自己是混的 雜種人 如此數點萬補的過街老鼠 早已無言面對獵主 等待他的只會是 無盡的勞逸之苦 我們的制裁措施 不僅限制進入 禁止合作 更是終身追責 一定讓他們最有應得 所以我們看到那些抬頭份子 被列入清當 好像還很囂張 完全不必緊張 他們的鼠目春光 只會一笑大方 等待他們的只會是 正道的光 還有 宜上上鐵窗 我會想用我的鼠目的 先驚發 正門紅石 每個人詞 請你 垃圾 乃